館長被罵少不了一塊肉 我也不會很生氣 但是請你不要把死的跟尿 潑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是無辜的 你今天你說我是黑道 我一個人沒關係 你說我的公司 公司不行嘛 公司有股東 公司有員工要吃飯 公司有300多個人 你指的是誰 做人要有道德嘛 吵架也要有個底線嘛 人家說出來混得以前這樣一句話 禍害不及家人 那一樣這句話你們可不可以聽在心裡 禍害不及員工嘛 如果你單止看網軍 單止看新聞 看得出事實真相嗎 還是一句話 如果罵我可以讓你賺更多的錢 讓你的觀眾留住 沒關係館長被罵少不了一塊肉 我也不會很生氣 但是不要污衊我就好了 你可以像 館長就是黑道嘛 再來一句話 這我告不成 我自己都講過我混過 但是請你不要把死的跟尿 潑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是無辜的 我身邊的員工 就像各位一樣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 我身邊的員工都跟了我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在工作 做的是一份陣陣當當的工作 也每個人 時間到了就繳稅 你今天你說我是黑道 我一個人沒關係 你說我的公司 公司不行嘛 公司有股東 公司有員工要吃飯 公司有300多個人 你指的是誰 公司有盈利 要賺錢 要繳房租的 要養家活口的人這麼多 你要潑死潑我個人就好 我沒有意見 做人要有道德嘛 吵架也要有個底線嘛 人家說 出來混得以前這樣一句話 禍害不及家人 那一樣這句話 你們可不可以聽在心裡 禍害不及員工嘛 說我是個黑道公司的時候 這不正在影響我個人 還影響到工作的員工 還有來參加 陳吉思汗的所有的會員跟客人 都影響到了嘛 大家也會對我開始產生質疑嘛 你要針對 你針對人就好 你不然針對人家的家人跟員工 這是不道德 因為人家沒惹你嘛 我今天講這些是不是 是不是有道理 館長說三分之一的年輕人都混黑道 我那天明明講的是 我說大家小時候 台灣人嘛 我說三分之一的年輕人 一定都知道 哪一個小時候 不是在嗆自己什麼幫什麼派的 打來打去的時候 台灣人那個尿性 遇到事情在路上 就要你不要走 我打電話叫人 我說 而且我說 很多台灣年輕人 小時候就這樣打來打去 嗆來嗆去 我認識誰 我什麼幫的 然後長大了之後 當兵回來 大家都嘛去上班 我講的是這樣 結果他把他老說 館長說 年輕人三分之一都在混兄弟 所以很多事情 在這個社會上 如果你單止看網軍 單止看新聞 看得出事實真相 所以很簡單的是 我在這邊反倒是 我要勸各位 我要勸各位網紅啦 勸各位側翼啦 應該大家要跟館長一起喔 來監督這個政府 大家一起喔 逼迫政府 給我們台灣人 一個美好的未來 無論是年輕人 中年人 老人 這樣才是對的 我會不會 但是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因為如果有空的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